我靠 这大座席他有牌面了啊 这大座席 哎呦我操16段破碎 16段破碎很少见的装备哦 16段愤怒满天花雨 我对他的武器越来越期待了 项链一定是精青 项链没有别的选择 但女麻版本国标版本精青是你最好的选择 尤其是配合破碎 一定要带精青 项链你可千万别带罗汉 带了罗汉版本落后了一点 鞋子野兽之力加减一140处带破血狂攻的高属性戴敏的衣服啊有破血有破碎 武器的话看怎么说啊 仙族的武器武神坛级别的话是1050啊 仙族的话可以稍微低10点1040的话勉强也够大负战啊 老板的话是1021还能再多段一段宝石 1021再加上25除以3加673存伤的话1021点66 武器的话是一个33再加上个3再乘一个0.57啊再加上1021点66咱们的要求是1040老板的伤害是1042而且存力 没毛病特技灵神局还能回来破血破碎啊 罗汉野兽啊再加分怒全身的装备断住非常高 那他的灵式基本上已经固定了 他以这样的灵式搭配的话 他耳势必然是三伤害戒指必然是三伤一速 这个是最佳最佳性价比的搭配 戒指的话是打了10段行为时戒指4万5加行为时7万5 然后打的应该是七层的剑步啊 他这种号应该就不会化身冲刺了 应该是打剑步了 因为他满天花雨套不是顺顺绝套戒指三伤一速十段行为时7级剑步 三伤一速十段行为时但是剑步是6级啊 剑步有点小瑕疵啊 戒指国标的话是一个24啊 国标是个24然后伤害的话上牌报了9下牌的话伤害报了1综合报了10点而是一定三伤害对吧 这个他的16段的搭配必然决定了他灵式的属性 右边的灵式其实也一样也非常的好猜啊 灵式仙族的话一定是双血一防双血一防也就是四血两防 新归时必然是九段 双防一血 加上双防一血啊 这个他的他的是四防两血啊 这样的话会造成仙族的防御一输血量有点低啊 防御的话是 他没打临时3237啊 9187写1860防御啊 高啊 他衣服是光芒室啊 衣服是光芒室 对这样的话搭配的话也还算合理啊 9技能力PP来这只宝宝完全够打负战了啊 够打负战了 资质好静台妙题归宿 15000血15000血速度44加持盾 这只宝宝的血量为啥这么低啊 静台妙题的话 1415000血不算高啊 静台妙题的话 全血加点的话不算高 是因为他成长低 今年的真经没吃呢吧 今年的真经吃了 还是特性开了 这样的话到15000血了啊 可以加灵法的这个地厅啊 排面 神马 地匹壁垒 一致进击法报多新云套 第二只地厅 第二只地厅带虚迷了 四个轮子的 哎呦 哇塞 牛逼啊 牛逼 这个宝宝 这个宝宝 你兄弟们你们知道意味着啥吗 意味着在他们那个层面 就比如说他在不打武神坛 就在帮战华山的层面 如果你有一个须迷带观照万象的地厅 就好像是啊 冷兵器 你用直升机一样 真的是有点碾压的意思啊 这个地厅是非常强的 这个地厅是非常强的 因为八技能的地厅加观照万象的话就十多万 而且16段打帮战的话 打群雄打奸会的话 真的起废 在进击必杀的山恶 一只归宿一只高速 12技能力皮必垒 这只资质得痒痒 进击必杀 反正也有点用 进了大话加状态 杀人力皮双子加号 这个号挺好挺好挺好